我们平时使用Arduino IDE开发完程式之后 就可以直接透过IDE中的上传功能烧入程式 如果我告诉您 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这之中发生了哪些事情 我们又要如何制作出和Arduino Uno版相同功能的开发版 您是否感兴趣呢 执行这次的专案除了满足我们的基本好奇心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最近遇上了一个挑战 就是如何利用Arduino IDE来进行远端无线烧入 然而在实作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 如果不先搞清楚Arduino的基本烧入模式 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很多更近一阶的有趣专案的 因此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来了解一下 Arduino IDE是如何对Arduino Uno版进行烧入的 首先我们得知道 Arduino IDE之所以能正常的烧入程式 是因为Arduino Uno上的AdMega328P处理器 在出厂时已经预烧入的启动程式 Bloader在里面 因此Uno版在供电后自动执行启动程式 以手册的描述 这使MCU内的任何通讯界面都能传送程式 就是Arduino IDE透过序列附传送程式 给Bloader进行烧入 所以现在我们准备用面包版来制作一个 简单的Arduino Uno开发版 然后透过这个序列附模组来进行烧入 看看这个过程是否真如我们所想的一样 先帮M328P MCU接上电源和D 以及16MHz震荡器和负载电容 这些我们按照电路图连接即可 Reset角接嗨 用来避免M328P进入Reset状态 这样一颗正常的处理器应该就能工作了 再来需要连接序列附 先把MCU的RXT插角各接一颗1K电阻 这是典型的线流装置 用来避免两端讯号短路用的 然后把两端的RXT插角对接 再来我们看到电路图中 Atmega 16U2和M328P MCU之间的连接 还有另外一只脚 透过一颗电容连接在一起 这其实是序列附的DDR脚 用来控制M328P重置以进行同步用的 这电容的用途 我们等等再说 我们先把这整个电路都接妥之后 我们先来看看现在这样是不是可以正常烧路 看来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颗Reset的脚上的电容 我们可以量量看这个Reset的讯号 在电容两端有什么差异 试播器的Channel1和Channel2 分别量测电容的输入和输出这两个点 首先是静态时两端的状态都是High 烧路开始时DDR脚就会被拉漏 因为电容的作用是交流偶合 而DDR转态的这个瞬间 就是高频的交流讯号 因此这时它会通过电容 瞬间就把Reset脚拉漏 然后DDR转态之后维持为0幅的这段时间 是属于直流状态 因此DDR和Reset脚就会被隔离开来 然后这时Reset脚上的这一颗扑害电阻 就会逐渐的对电容充电 逐渐的把Reset脚的电压补充回5V 完成一次Reset的动作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DDR脚它和烧路资料的关系 可以看到在整个传送资料的过程中 DDR脚都一直维持为0 因此如果我们不透过这颗电容 而直接把DDR脚连到Reset脚的话 在资料传送完成后会再由0V转态回5V 这时电容器在DDR这端的电压 会由原本的0V回到5V 再加上电容本身当时储存的5V Reset这一边的电压是会从5V变为10V的 我们可以来抓一次 把这颗二极体移除之后Reset的波形 我们把Channel1关掉 然后看一下Reset 这样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脉冲 往上冲到了将近10V 但这样有可能会损坏元件啊 所以我们必须在电路中加上这颗二极体 来把超过5V的部分截掉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完全不依赖原本的Arduino Uno开发板 来烧入这颗M32 8P处理器啦 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 也就跟Arduino Nano版做的事情差不多是一样的 因为它所搭载的这颗CH340晶片 其实也就是用来把USB模拟层序列附用的IC 而这样子的烧入做法呢 就是需要晶片里面都有内存 预烧入的Bloader才可以正常运作 那如果是购买全新的AdMega 328P处理器 要烧入Bloader的话呢 您可以来参考我们的这支影片 那我们今天的实作就到这边啦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帮忙点赞订阅喔 我们下部影片见啦 掰掰 拜拜